- 到底要燒多久才能夠後的安息? 原來是你在燒水 你是要煮泡麵嗎? 水都快燒乾了吧 - 我就是要讓水燒乾 - 為什麼? - 讓我看看 - 沒想到燒開水會燒成這樣 - 很多人都認為喝煮沸過的水比較安全 - 但是煮沸並不等於完全乾淨 - 無法去除有害重金屬等污染物 - 而且煮沸容易讓水裡的雜質形成水垢 - 影響口感也難清洗 - 這是櫻花RO浸水器濾出來的水 - 不用煮沸嗎? - 我們根據兩杯水使用TDS儀表進行雜質含量測試 - 數字越高代表雜質越多 - 什麼? - 自來水煮沸後的雜質是RO的三十幾倍 - 除了水垢你以為就安全了嗎? - 水中還有重金屬物質是無法煮沸清除的 - 櫻花RO浸水器不僅能濾除水中雜質 - 更能濾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細菌病毒 - 重金屬跟有害污染物 - 現在你們覺得是杯煮沸過的水 - 還是透過櫻花RO浸水器濾出來的水 - 哪一杯比較讓人安心呢? - 水危機OUT就是這麼簡單 - 真是好水 - 你也好水 - 蛤? - 千煮萬煮煮不盡 - 換了櫻花RO才安心 - 新鮮才是好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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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